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有关持有代受类别的分类 也就是说在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下 将一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 那么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个问题 持有代受类别的计量 在第二个大问题下面我们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持有代受类别 在计量时使用的会计准则 这是首先打好一个基础 先把一些基本的要求说清楚 这样后面学习的时候就不会太乱 所以首先括号一非常重要 这里面我们讲两个方面 前面我们说了持有代受类别 包括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说是持有代受的处置组 所以下面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学习 首先看第一个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对于这一类的资产 我们在计量时按照什么样的会计准则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对于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仅仅是有关非流动资产 包括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 我们前面讲到了一种情况是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另外一种情况是持有代受的处置组 而这个处置组里面不仅有流动资产 还有非流动资产 还有负债 所以这里面还包括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 他们的计量应当区分下列情况 那就是下面一张表 这张表就是告诉我们不同的非流动资产 分别适用什么样的会计准则 主要有七个方面 第一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这一项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属于按公允价值模式 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也就是计量的时候 使用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准则 也就是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增减变道 进入损益 第二是生物资产 这个了解 第三是职工薪酬所形成的资产 比如我们在设定收益计划里面 涉及到有计划资产 那这个也做了解 那么括号一要求我们掌握 接下来看括号四 地盐所得的资产 它是一项资产 如果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它要考虑地盐所得税 涉及到地盐所得税资产的问题 那就按照所得税的会计准则 这个呢 我们后面将要学习 所以这一块 我们也是了解就行了 然后括号五是金融资产 由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的会计准则 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那就是我们在前面所学习的三加一 具体的分类 加上指定 那么这个按照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准则 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是要重点掌握的 然后括号六是保险合同 这个所谓了解 接下来看括号七 除上述割项以外的其他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我们前面罗列了有123456 那么除了括号一到括号六以外的其他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这些非流动资产按照什么准则呢 那就是第42号准则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中止经营这个准则来进行快捷处理 那这些括号七具体来说 值哪些资产呢 我在这列举了一下 包括这一些 但不限于这一些 比如全一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请注意 这个要与前面括号一要区分开来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有两种模式 如果企业选择了以公允价值模式 那么在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这个处置组中 包含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都按照投资性房地产的准则来进行快捷处理 但是如果是以成本模式计量的 所谓成本模式 我们前面学习过 那就是类似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该提折就提折就 该摊销摊销 有减值提减值 那么这是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对于这一类的资产呢 按照42号准则 那42号准则怎么做 后面待会儿会介绍 那么还有谁呢 还有圈二固定资产 包括像固定再建工程 还有圈三无形资产 包括像开发支出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学的研发支出 资本文化支出的那一部分 在报表里面呢 列为资产叫开发支出 还有像圈四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像圈五商与等等 那这些给大家归纳的 圈一到圈五等等 这些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空号七 上述各项以外的 其他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这些资产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计量的时候按照四十二号准则 那么整个括号一到括号七 讲完了 给大家归纳一下 哪几个要掌握呢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第一个要掌握 然后第五个要掌握 然后第七 那么其他几个了解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先清楚了 对于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在计量时 他们是适用于不同的企业会计准则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处置组 刚才是针对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那么有的持有代售类别是属于整个一个处置组 处置组这个概念 我们前面介绍过 可能有流动资产 还包括有非流动资产 还包括有负债 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那么对于这个处置组 我们在计量时怎么样处理呢 下面一段文字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要分开分别来处理了 对于持有代售的处置组的计量 只要处置组当中包含了 上述第七项所述的非流动资产 刚才括号期里面 适用于42号准则的非流动资产 那这个呢我把它简称叫 适用持有代售准则 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一个简称 适用持有代售准则 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包括刚才所讲的 圈一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圈二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圈三无形资产开发支出 圈四长期股权投资 圈五商誉等等 那么应当采用下文所述的方法 计量整个处置组 那下文到后面再说 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处置组中有流动资产 其他的呢 那下面这句话注意了 处置组中的一个叫流动资产 第二个叫上述第括号一 至括号六所述的非流动资产 我们刚才在前面 讲持有代售非流动资产 总共讲了七类 括号一到括号七 那么括号一到括号六 也是属于非流动资产 那么这些非流动资产 我们前面说过了 要按照相应的会计准则 我把它简称叫 适用其他准则计量规定的 非流动资产 包括了一下 我们重点要掌握的 一 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它适用于相关的会计准则 这是投资性房地产 第二 那就是金融资产 金融工具范围规范的金融资产 包括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交信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些金融工具准则 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来进行会计处理 主要就这两个 其他的 还有类型 我们就做了解就可以了 重点掌握刚才括号一和括号五 这两个 那么这些呢 就是简称叫 适用其他准则 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另外还有所有的负债 包括流动负债和 非流动负债 那这些呢 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 比如有金融负债里面的内容 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等等 好 那么这个持有代售的处置组呢 比较复杂一些 里面内容比较多 接下来呢 我画个图表 给大家比较直观的演示一下 下面一个版书 这个整个一个大的圈圈 表示是一个整个一个处置组 我们前面讲过 处置组呢 有可能包括流动资产 包括非流动资产 包括负债 非流动资产里面 既包括刚才所讲的 括号一到括号六的 非流动资产 也包括括号七的 非流动资产 这里面要清楚 括号七是谁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那么括号一到括号六里面 我们重点掌握的是 括号一和括号五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呢 请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讲了 对于流动资产这一块 我把它取个代号吧 叫A 然后括号一到括号六 这一块是什么呀 这是非流动资产 我们整个这一部分都是非流动资产 我们这一块 整个的括号一到括号七 都是非流动资产 我花了一个虚线 把它切磕开来 那就是括号一到括号 其中括号一到括号六 是适用于其他准则的 非流动资产 比如刚才所提到的成本模式 公允加质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以及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那这个呢 我用一个符号 B表示这样说起来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还有负债呢 我用字母C表示 那么ABC这一块都是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 该怎么做怎么做 那就是我们前面学习过的 他们之前是怎么做的 那现在还是在处置组 在计量时还是怎么做 然后另外一个括号七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所归纳的 圈一到圈五那些内容 圈一那就是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一直到圈五商与等等 那这个呢 我用一个字母D表示 那也就是说 整个处置组里面 包括ABC这些部分内容 其中ABC按照歌字 你是什么样的准则 就按照什么准则 是用什么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但是D我们刚才讲过了 D括号七这个非流动资产 按照什么呢 按照42号准则 持有代数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通过这个图表呢 我们就比较直观的 很清晰的 整个处置组里面 谁安谁谁谁 分别按照什么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先把这个基础打好 我们后面学习的时候 思路就清楚 这块没有分析清楚 也就是说 你不把它弄清楚的话 后面就比较混乱的 因为我们后面 尤其是处置组 那就分别针对ABCD这四个部分 分别怎么处理 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呢 先给大家打个基础 好了 这块也写了一下啊 B这一块 括号一到括号六 那是其他准则 我把它简真巧 适用于其他准则的 非流动资产 括号七也是非流动资产 是专门指的是 持有代售准则的 非流动资产 那接下来给大家 整体一个归纳一下 其实我们刚才所讲的 持有代售类别 所适用的会计准则 分两块 一块如果是 单纯的非流动资产 我们有的持有代售 它就是一个非流动资产 比如就是一座帮工大楼 那是个固定资产 或者说是投资性房地产 这么一个非流动资产 有的呢 比较复杂 是一个处置组 所以我们这个图表 归纳的图表呢 那其实就是两部分 先看第一部分 非流动资产这一块 非流动资产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也归纳了 括号一到括号六 适用于其他准则 那其实这一块 就是括号一到括号六的内容 然后下面适用于 持有代售准则 那就是括号七 括号一到括号六里面 我给大家已经列出来了 重点就是掌握这两个 刚才已经提到了 第一个是光影价值模式 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适用于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另外一个是金融工具 相关会计准则 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那就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的准则 另外呢 那就是括号七 持有代售的准则 那就是刚才列举的 圈一到圈五 不再重复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那就是处置组 处置组呢 内容比较多 复杂一些 里面可能有流动资产 那流动资产 比如说从货 我这个处置组里面 有从货 那从货将是从货的准则 那就可以了 比如生殖镇里面 还有什么 应收账款 那应收账款按照什么 应收账款是属于金融资产 那金融资产就按照什么 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 那就是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 接下来再看非流动资产 那这个非流动资产 其实和上面所讲的 非流动资产 实际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区分两块 其中括号一到括号六 适用于其他的会计准则 然后括号七 适用于持有代售的准则 另外我这个处置组里面 可能还有负债 那负债该按照什么做 就怎么做吧 我们前面学习的 负债的会计处理 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适用于相关的会计准则 好了 整个这么一个框架要清楚 如果持有代售 类别只是非流动资产 那就是这张表的上半部 如果这个持有代售 是属于一个处置组 那这个处置组里面 分别有 就是我把它取名叫A 然后括号一到括号六 叫B 然后负债叫C 然后括号七叫D ABC按照适用的具体的会计准则 然后括号七 D这一块 专门是按照什么 持有代售准则 好了 把这个问题理得理清楚 相信大家思路应该是很清楚了 那接下来我们待会讲计量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讲的括号一 是打下一个基础 那就是对于持有代售类别 在计量时 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会计准则 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从括号二开始 括号二讲的是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前怎么计量 括号三讲的是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时 这个时点怎么计量 然后括号四讲的是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以后怎么计量 所以我们这个教材的内容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那首先我们看括号二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怎么样计量我们一起看一下 企业将非流动市场或者处置组 首次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应当照相关的会计准则规定 计量非流动市场或处置组装 各项市场和负债的账卖价值 这个很好理解 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它还不属于持有代售 那你原先是什么 就按照什么来做 比如你原先是固定资产 那就按照固定资产准则来执行 你原先是无形资产 按照无形资产准则 你原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就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因为这些都还没有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我们现在说的是钱 而我们刚才讲过一个问题 一旦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比如刚才所讲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这些都属于括号7 适用于42号准则 持有代售准则的非流动资产 那么他们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还不属于持有代售 既然还不属于持有代售 那你该是什么资产 就按照什么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至于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 以及负债 那个不用说 你原先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按照什么准则来做 接下来一个提示 对于利益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企业应当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企业 要干嘛 考虑进行简直测试 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比如你是固定资产 还没有划分为持有代售 那么你先要做好准备工作 你既然是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是要考虑进行简直测试的 是不是 包括无形资产 长级股权投资 那都要进行简直测试的 你有简直 那要提简直 你有折旧 那要提折旧 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那就是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前的企业 这个非常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原来是什么 就怎么做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接个教材一道立体看一下 N企业拥有一座仓库 原价为120万元 年折旧额为12万元 至2016年12月31号 以具体折旧60万元 2017年1月31号 A与B签署不动产转让协议 将这个仓库固定资产转让给B企业 离在6个月之内将该仓库转让 假定该不动产 满足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其他条件 且不动产的价值会发生减值 那今天是2017年1月31号 那今天签订这个协议 那就是这个固定资产 应当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我们这说了满足条件的 那么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它本身属于什么样的资产 固定资产 因为这道题呢 它就是一个非得动资产 不是主治组 所以称之为叫持有代售的非得动资产 那么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离别之前 你本身是固定资产 那本身是固定资产 你1月份要提折旧的 有减值要提减值的 这道题假定没有发生减值 那就免了 但是折旧少不了 1月折旧多少 我们看 一年折旧是12万 他也没说 那假定是按照直线法提折旧的 那直线法提折旧的话 那么在一个月 那就1万块钱了 1万块钱折旧 那行 那你要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离别企业 要把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好 就是你以前的事情要先做干净 你是该是什么资产 该做哪些事情 你要先做掉 因此我们这道题来说 要做什么之前 就一件事 提折旧 提一个月折旧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教材的分析 2017年1月31号 A企业应当将仓库资产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并按照固定资产准则 对固定资产 计提1月份的折旧1万块 对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它本身属于固定资产 既然属于固定资产 那应该按照固定资产 那进行会计处理 而固定资产要求 这个月是要提折旧的 所以这个月我们需要提折旧 提完折旧以后 它的占名价值 再转为谁 持有代售资产 那么占名价值是多少呢 原值120万 之前已经累计折旧 记起了60万 再加上这个月 1万块钱 所以总共是61万 这样呢 减完以后呢 就是59万的占名价值 从此以后就不再提折旧了 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持有代售的资产 比如这是一个固定资产 那么一旦划分为持有代售 那就不再提折旧了 为什么呢 持有代售资产 它属于流动资产 我们后面会讲到 为什么流动资产 很好理解 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 我准备很快就要出售的 一年之内就要出售的 所以它是流动资产 那流动资产的话 那就不提折旧了 那下面看一下版书 我给大家补充的内容 在2017年1月31号 A企业做哪些处理呢 首先按照固定资产准则来做 提折旧 所以上面这一笔分漏 实际上是话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起源 所以按照固定资产准则 必须要进行的会计处理 借管理费用 代累计折旧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干什么 开始分类了 将固定资产 转为什么 持有代售资产 按照什么 按照其占民价值 摇升一变 这就是划分为持有代售资产 借持有代售资产 名气科目是针对什么样的资产 叫固定资产 总共多少 占民价值59 就可以了 累计折旧累计总共是61万 借累计折旧 代方代固定资产120万 这样在我们的报表上 没有固定资产了 而是摇升一变 变成持有代售资产 从此它属于持有代售资产 那么我们在这要讲的是 在划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之前 要按照原先这个资产的会计准则 来进行会计处理 比如这道题是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 你要提折旧 有的要提折旧 有减值还要提减值 这道题简化了 如果这道题说 在1月31号 进行减值测试 还有减值的话 那么要在1月份 还要把减值的金额要计题 计题完以后 借资产减值 代固定资产减值减备 然后计题完以后 在第二笔分路里面 我们在借房还要再写一个分路 那就是借固定资产减值减备 金额是多少 把它截掉 这儿呢 按照扎面价值入战就可以了 好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更好地理解 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企业 你是什么样的资产 就按照什么样的准则 来进行会计处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括号三 那就是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史 就像刚才一样 我已经将固定资产化分为持有代售利别了 是不是啊 那么在我化分为持有代售利别这个时点上 我怎么样进行计量 那么这里面呢 分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是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初始计量 所以初始计量 那就是化分为持有代售利别时 是不是啊 这叫初始嘛 才开始 那么这一块我说明一下 这一块的内容 主要是针对处置组来说的 因为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那么有非流动资产 或有可能是非流动资产 有可能是处置组 那么这一块请注意 主要是针对处置组来说的 那这里面呢 我们分两步 先局部 后整体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 那个圆圈 那个饼 那饼里面我们分成几个块 ABCD是不是啊 其中A是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 B是使用其他准则的计量的非流动资产 还有一个C是一个负债 那么我们今天在化分为持有代售利别时 在这个时点上 对于处置组这三个部分 A B C 这三个部分 我们先对这三个部分 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会计处理 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是什么样的资产负债 就按照什么样的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所以我前面给大家讲了 要在括号一里面先打好基础 什么样的资产负债 对应的什么样的会计准则 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 对于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企业在处始计量时 应当照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你是什么样的资产负债 对应的就是什么样的准则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计量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 是用其他准则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还有C负债 那这个就前面说过了 哪怕你现在化封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所有的比如从货 原来叫库存商品 或者说叫原材料 在化封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现在假定化封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符合化封为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 化封为持有代售类别 那我们的账务处理怎么做 借持有代售资产 名习科目 从货 因为刚才说的库存商品 它属于从货 我讲流动资产 那么你代方代什么 代库存商品 按照它的占名价值 要截转过去 然后其他的 其他准则所规范的非流动资产 刚才也讲过了 比如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还有金融工具准则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另外还有C 那就是负债 那这些呢按照准则的要求 来进行会计处理 你这些资产本身怎么做 现在化封为持有代售类别时 依旧怎么做 其实很好理解 是不是 你原来怎么做 现在还是怎么做 那么接着下面第二步 那就是括号整体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谁来说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主要是针对处置组来说的 那么处置组刚才在括号一里面呢 我把ABC那三个部分 已经先讲完了 他们应该按照什么准则来做 那接下来括号二什么呢 那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谁呢 那个C的那一部分 C的那一部分 那就是适用于 持有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C吗 是不是 那这个C呢 请大家注意 C 它不像刚才我们讲的 一个D啊 还一个D 也就是括号七 持有代售准则的 持有代售准则的非流动市场 它是不单独进行核算的 要注意一下 它是不单独进行核算的 我们刚才说 ABC都是单独核算 是不是 你A怎么做 B怎么做 C怎么做 该怎么做 怎么做 全部它做好 那D呢 D注意 D不单独核算 而是什么呢 而是现在是后整体 是什么意思 A加B加C再加D 合在一起一个整体来考虑 比如A 我刚才说过流动资产 那流动资产 如果今天有重货 所以以重货为例来说 重货又减值了 重货又减值要计题吧 也要计题的 也要计题的呀 按照重货的准则呀 那也要计题的 好了 那我把重货准则 该怎么做的 做好了呗 所以我刚才把ABC做好了 那叫括号一 先举步 然后接下来括号二 括号二先注意 你不要理解为 括号二先接下来就处理D了 不是的 D不单独核算 我们现在是个什么呀 是一个处置组 它一个组合 包括ABC和D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步是把ABCD 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 怎么考量 第一步 全一 企业初始计量 是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织 如果其整体 注意了我们现在说的是整体 A加B加C加D 在一起算一个总的帐名价值 啥意思啊 我们刚才把A啊 B啊 C啊 该怎么做 在这个持有单数 画分为持有单数那边 使这个点上 我们不是已经做好了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它的帐名价值 算好以后 比如存活有减值了 存活减值了 它的帐名价值 是不是有调整啊 好了 处理完以后的帐名价值 再加上D D的帐名价值 合在一起叫什么 合在一起叫整体的帐名价值 然后整体的帐名价值 就是这个处置组的帐名价值 将这个处置组的帐名价值 与谁比呢 与这个资产 处置组的公允价值 减去出售费用后的进额 把它减称叫进额 那么这里面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扎免价值高于这个进额呢 我们要将扎免价值减至 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进额 这个差额部分就是资产减的损失 进入当期损益 同时既提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那这里面一个问题来了 这个减值啊 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资产减值 类上学的那种 对 我们在资产组里面也是这样子 资产组里面是不是 我们把资产组的扎免价值 和资产组的可收费金额进一比较 但是这里面一个问题 我们说资产减值那一章 我们学习过 资产减值包括资产组的减值 那是将其扎免价值 与谁进一比较 与其可收费金额进一比较 而可收费金额怎么确定啊 可收费金额是两个数值 一个叫进额 一个叫限值 取个较高的 较高的作为可收费金额 然后再将可收费金额 与张民价值进一比较 如果张民价值高于 可收费金额 表示减值了 因为你可收费金额 比张民价值低啊 那不就减值了吗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 并没有将张民价值 与可收费金额进一比较 而是直接就与谁比较 减额进一比较 那这是为什么呢 请注意 其实我在第七章 资产减值给大家解释过这个问题 对于持有代售的资产或处置组 请注意 既然是准备持有代售了 我们前面讲过划分的总的原则 它未来的现金流量 基本上都是靠出售而实现的 而不是持有期间获得的现金流量 所以呢 可以理解为 在未来的期间 未来的现金流量的限值 几乎没有了 远远低于净额 远远低于净额 我们在资产简直来一章 我们讲过这一点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 限值远远低于净额 我们直接以净额 与账面价值进一比较 为什么呀 既然限值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几乎很少了 那说明远远低于净额 那肯定是谁高 是净额高 既然净额高 所以我们在这直接就已 净额代替谁 代替可收回净额 这样一解释 大家就理解了这一块 如果你不去想这个问题 若然怎么说 你就怎么看下去的 说明什么 你没有思考 没有看出问题 如果给我们 一个选择题的选项 说法是错误的 你也发现不了 那我们要学会思考 这说法跟我们前面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要知道 你前面要扎实 要学得清 学得扎实 要清楚 才能想到这些问题 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在这给你提了一下 你要思考这一点了 那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 有道理 那这就不用可收为净额了 因为你限制 对于持有代售的资产来说 它直接按照占命价值 与净额性比较 因为它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远远低于它的净额的 所以因为将来没有现金流量 我不使用了 不持续使用 而是什么 而是准备出售的 所以我直接就以公营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后的净额来进行比较 OK 这一块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说了 如果占命价值高于这个净额的话 那么要把这个超油部分提减值 借资产减资产损失 但持有代售资产减准备 这没问题 后面一句 但是不应当重复确认 不是用于持有代售准则 减量规定的资产和负债 按照相关准则规定 已经确认了损失 这场意思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是针对谁来提减值的 针对整个处置组 那这个处置组里面 有可能有流动资产 比如从货 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资产 发生减值了 那么在这里面要请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这个减值啊 是对整体的整体的 那这个时候你减值了以后 比如发生的减值金额300万 那你提个减值 整个减值金额就300万 但是你不要重复确认 不适用于持有代售准则 规范的资产或者负债 按照相关准则规定 所以已经确认的损失 比如从货 从后我在划封于持有代售特别时 我已经按照前面所说的 从货的准则已经执行了 那这一块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处置组的占名价值 我已经考虑了从货的减值 所以在提这个减值的时候 不要再重复 把从货再算一遍 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教材上没有提到这一点 但是要大家要清楚 这一块主要是针对资产 这个处置组提的减值 那么从货提的减值 这个处置组里面从货 已经提过减值了 比如这个处置组里面有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已经确认减值了 那么它的减值已经确认过了 就不要再重复了 接着第二步 对于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 如果该处置组包含商业 我们前面说过 有可能这个处置组里面 包含有资产组 而这个资产组 是在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而形成的 这样呢 有可能会产生分摊有商业 那这个商业就包含在 这个处置组里面 那么这里面注意 刚才我们说 将处置组的处置组的 处置与其金额进行比较 如果有差额部分 要比如处置组 高于金额的部分 作为减值的金额 那这个减值的金额要注意 如果这个处置组还有商业 首先应当抵减 商业的处置价值 这么一讲的话 有同学可能想到 就像我们前面所学的 资产组的减值 对原理是一样的 首先要抵减资产组中 商业的处置价值 那我们这儿呢 首先抵减的是 处置组中的商业的 占面价值 如果有的话 抵完以后 再根据处置组中 适用于持有代售准则 所计量规定的各项 非得动资产的 占面价值 所占的比例 按比例分摊到 各个非得动资产里面去 抵减它的占面价值 这有啥意思呢 打比方说 我们刚才的占面价值 高于金额 假定高于金额是300万 总共金额是300万 另外呢 我们这个商业有多少呢 我们商业有100 那么你这个首先要抵掉商业 借资产减的损失 借资产减的损失 比如300 是不是 持有代售 资产减的准备 商业要提多少 你有100啊 有100 我现在有300减值 那么首先把商业拿来抵 抵完以后还有多少 还有200 那么这个200呢 我们要按比例提议分摊 这个200在谁来分摊呢 注意 我们这个资产组 这个处置组里面 可能有 重获了流动资产 可能有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那么请注意 我们这个分摊 注意 只能针对谁来分 分啊 适用于持有单收准则 计量规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 也就是括号7 我们说的自模代替 就是逼那个那块 那个模块的非流动资产 按照它的扎免价值所上的比例 比如 重获 那重获就不要分了 重获按照流动资产准则 已经按照重获准则 它是流动资产已经处理过了 不能再做它的减值了 那么按比例分 比如这个从固定资产的 扎免价值 占60% 无形资产 假如这个非流动资产里面 有固定资产一个 无形资产一个 假定啊 就这么两个 那就这么两个 现在有多少万 有200万呀 那这个200万乘以60% 就是谁的 那就是固定资产的 固定资产120 那么无形资产的 还有40% 那就是80万 那这样呢 我们就将 整个处置组减值的金额300万 分别 集体了减值 商誉 首先提解 有100万是吧 那底掉100万 剩下200万 在这两个资产里面 进行按比例 那分摊就可以了 抵减他们的 占民价值 接下来一个提示 那就是我们刚才 所讲到的问题 确认的资产减值的金额 比如刚才所说的300万 应当以处置组中包含的 使用持有单受准则 计量规定的各项 非流动资产的 占民价值为限 这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们讲了减 这两个合在一块 还有多少 还有200是吧 那这200在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 两者进行分摊 那分摊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问题 最多占民价值 减击零为限 那就是我们这所说的 违线 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 你假如不定资产 加无形资产 加起来还没有200 那你不能都分了 那最多减击到零 就可以了 好 这句话呢 作为我们这一个提示吧 那一般题目 它会正常 肯定够的 另外呢 还有一句话 不应当分摊制 处置组中包含的流动资产 或是用其他准则 所规范的非流动资产 这个就是括号1到括号6准则的 这是A的部分 这个我把它理解为是B的部分 这啥意思呢 假如我们刚才 那个减值金额啊 超过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占民价值 那还有部分 减值损失 没有确认 是不是啊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注意 你别分到流动资产里面去 你说他们还没有了 他们也要分 不可以的 因为这一块只针对 适用于持有淡寿准则 计量的各项非流动资产 那如果多了 多了不提了呗 你把这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占民价值 全部充为零 就可以了吧 好 这一块应该能够理解的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刚才是讲什么呢 那就是持有淡寿的 处置组 再化为持有淡寿 那边时 我们要考虑的 减值的问题 考虑的问题 包括两个方面 归纳一下 第一个 这个处置组中的ABC 他们该什么准则 就按照什么准则 来进行会计处理 然后再讲了一下第二步 第二步干什么 不是D了 第二步不是针对D 第二步是针对整体的 处置组整体合到一块 ABC处理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把它们合在一起 ABCD四块合在一起 算一下它的章名价值 与这个处置组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金额进行比较 如果占名价值高于金额 那就表示减值了 那么减值以后 请注意 有商欲 首先减减商欲 然后剩下的金额 在各项非得动资产 是括号期 这个非得动资产里面 按比例来进行分摊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叫 取得日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 处置计量 这是个考点 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啥意思呢 我原来不是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之类的 今天才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 不是的 我原来没有 我今天第一次取得 第一次取得时 就将其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 为什么 我取得时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问题 我取得的时候 我就打算在很短的时间内 准备转手出染 它不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之前我们取得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是为了企业生产经营 或者管理所需要的 然后在使用的中途 我们改变了想法 打算对外处置 化为持有代数 那么它有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转为持有代数 今天第二个问题不是这样 我们取得时 初始伎俩的手 就直接是什么 直接是持有代数 那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四个字 专为转受 我专门是为了转受 而取得的持有代数类别 对于取得日 化封为持有代数类别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它的快捷处理不一样 要注意 这一块我刚才强调过 是个考捷 企业应当在初始伎俩时 比较假定 其不化封为持有代数类别情况下 初始伎俩的金额 啥意思啊 我们取得某一项资产 取得时 就已经和夏家都找好了 我们要卖给夏家很短的时间 符合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条件 那么我今天取得时 初始入战 就直接叫持有代数类别 比如持有代数资产 某某资产 那现在我们在对他进行初始伎俩时 先假定 如果我够进来 不打算处置 不打算作为持有代数 那么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本应该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那么这个金额就称之为叫 初始伎俩的金额 然后将这个金额 于谁呢 于该向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公允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后的金额进行比较 两者赎低来进行计量 这是本的谨慎性 啥意思呢 一种情况是 如果我没有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 那今天如沾价值 比如啊 举例再说 这个资产我够进来 我如果不打算化为持有代数类别 它的如沾价值是2000万 加价值是2000万 相反 另外一种是 我购进来 打算很快就转手卖给下架 我们已经做好决议了 下架也确定好了 确定的购买承诺 预计时间在一年之内 而且目前是处于可立即出售的状态 说明什么 符合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条件 那么今天作为持有代数资产 那么它今天的公允价值 我不是刚买来了吗 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 不是很快要出售吗 预计的出售费用 一个金额 本来应该是按照这个金额来入战 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们本着谨慎性 哪个金额低 我们按照哪个金额入战 因为这是资产 资产我们资产呢 我们在入战的时候 要按照赎低的 包括像收入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收入在入战时 我们也按照赎低的 是不是 那这一块呢 按照赎低的原则 我们比如金额多少呢 金额是2100 假定是金额2100 那我就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按照2000的入战 好 这是首先第一个原则 大家要清楚了 对于专门是针对谁来说的 注意 专门是针对叫 取得日 划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的字 非得动资产 或者处置足 或者说你记住四个字 叫 专为转售 对于这种资产 在初始计量时 我们今天刚取得吗 那取得按什么金额呢 两者输第一 一个金额是 如果我今天不划分为持有代售资产 我今天该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那是什么金额多少 比如2000 然后与它的公允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取个较低的金额 作为该项资产的入战价值 接下来一句话 请注意 也是针对刚才所说的问题 除了企业合并中所取得的 非利用资产或处置组之外 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在取得日 就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化分为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它不是企业合并取得的 是其他的方式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我们购进来的 不是通过并购 而是直接通过购买 某一个资产或者处置组进来的 由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以公允价值 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作为出值计量而产生的差额部分 应当记录当机损益 也就是资产减的损失 这什么意思 假如我们刚才那个净额 是1800 我刚才说2100 所以就按照2000入战 那如果净额是1800的话 那就按照什么净额 1800入战是不是 那说明一个问题了 你这个资产你今天花多少钱呢 花2000万买的 但是你入战的时候按什么净额 按净额 他说 如果你是按净额入战的 那说明什么 肯定是说明 净额要比 不化风为持有代出类别情况下的 租战价值要低 是不是 刚才说过孰低 那你花花2000万买的 但是你今天租战价值是多少 是1800 你用转手就要卖 出售的公允价值叫售价 减去费用叫净额 你转手是卖1800的 你买进来是花2000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今天取得时 这个资产就发生减值了 所以把这个差额 要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去 所以我说这块是个考虑 反之 如果刚才我是 净额是2100 那就没有减值 我2000够进来的 然后呢 我转手卖给下家 我能卖2100 我肯定没减值吧 我还赚钱的 是不是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就按2000入账 那就没有资产钱的损失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我觉得这一块 关键是理解啊 是不是 它有道理啊 会计准则这样规定 它是有道理的 我再说一遍 第一种情况 就是针对这种文字来说的 如果我的净额是1800 那意味着我当 我要按照1800入账 但是我花多少钱呢 花了2000万 那个2000万就是 我如果不按照 只有在说立别的情况下 我花多少钱 不就多少钱 入账价值吗 我的成本是2000万 那说明你够进来的时候 花了2000万 转手到下家只能卖1800 说明这个资产在买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减值了 所以要提减值 提200万 就当时我们要一个差额部分 要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去 反之 如果金额是2100 那就没有这个简直损失的问题 2100那这个本质仅深性 资产按照什么金额入账 2000入账 借持又带出资产 某某资产 2000入账 但凡带银行送完 假的银行送完支付的 那就带银行送完2000 就可以了 他就没有减值 那是赚钱的 我转手就能卖2100啊 所以这段文字呢 第一注意 它是考虑 第二呢 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要理解 确实有道理 好了 那么接下来一个提示 这个也是考虑 也要掌握的 所以我这一块 跟大家强调过 就是这个专为转售啊 它是个考虑 那么接下来一个提示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问题 如果 入账价值是净额 净额就意味着什么 净额就意味着 这个资产发生减值了 提了一个减值损失 你按照净额入账的 净额 是要低于 确实确认金额的 低于 不化分为持有代数 例别情况下 确实既然的金额 这个 这样的快捷处理 有一个条件 刚才说过 除了企业合并取得的 那反过来说 如果是企业合并取得的 那不是这样做 所以这一块 请大家注意 我再用颜色标出来了 除了企业合并中取得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个 下面一个提示 合并财务报表 那就是企业合并了 这是控制 包括统一控制 包括非统一控制 就是通过控股合并 所形成的 取得的 持有代数 那下面这个提示 我们一起看一下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是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新取得的 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化分为持有代数例别 那么我们在入战时 就按照进的入战 这块不比了 有没有看出来 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在新取得的 取得日 就化分为持有代数例别 我们应当将 这个资产 在不化分为持有代数 持有代数例别情况下的 初始计量金额 与其公允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取得较低的 来入战 要比的 但是这块他不比了 为什么呢 我们书上没有说这个问题 我在这写了一句话 原理 此时 假定其不化分为 持有代数例别情况下的 初始计量金额 应该为其公允价值 啥意思啊 这里面呢 我们前面在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简单的说了一下 其实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 要到26章 27章 才会讲得更多一些 如果是非同意控制 企业合并 我们取得 这个子公司 然后 或者说 这个子公司单装 有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主 而且是化分为 持有代数例别的 不管是什么 我们取得时 要按照公允价值 纳入合并报表 公允价值 啥意思啊 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 我再说一遍 因为这一块 间隔时间长了 既然是非同意控制企业合并 说明合并前不是一家人 举例子来说 你有一套房子 你当时买的时候 扎免价值是300万 我们不考虑减值吧 我爸问你简单话 你300万买来的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呢 500万 今天我要从你那购买 这个 这套房子 这个房子就相当于是一个子公司 你是他的原股东 那么我要从你那买来 你想一想 我在花多少钱 我是按照扎免价值300万 还是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500万呀 公允价值 我们俩不认识 我们俩不是一家人 是非同意控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那个公允价值500万 转让给我 那我入站的时候 我要并表了 我买进来就发到 我们家的资产负财表里面 是不是啊 在我们家的资产负财表里面 我把它理解为相当于 这个子公司一样的 那就是整个资产在合并报表里面 就是它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了 而且我又是打算 化为持有代数例别的 那先不管这些话分为什么 我进来的时候 我按照我的买价 入站价值 我是花500万买来的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 我认为我的成本是多少 是500万呀 所以我要将在报表上 将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 所以在我的报表上 本应该是按照什么 按照公允价值处战 好了 那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如果这个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并没有化分为持有代数例别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我是按照什么进入站 按照公允价值 可以理解了吧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化分为持有代数例别 我们前面说了怎么说的 和前面的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取得日 就化分为持有代数例别的话 应当按照两个金额数 第一 一个金额是 假定他没有化分为持有代数例别的情况下 初始计量的金额多少 公允价值 假定 500万 是不是按照500万住站呢 那现在请注意 如果是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所取得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主制组 化分为持有代数例别的话 请注意 不要比了 就直接按照金额入站 啥意思啊 金额是公允价值500万 刚才假定的 减去出售费用 假定是20万 那这个金额多少 480万 这可以理解是吧 480万 那为什么不用比的呢 很明显呢 这个时候金额一定效于公允价值 所以人家说的挺有道理的 那理解了 我这么一解释 这个原理搞清楚了 那你理解了 那这块不就记住了吗 是不是 你同学老是说记不住 没有理解啊 你不能死尽背的 说他怎么说 你就怎么念 那不行的 一定要理解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有它的背景的准则 在资金的过程当中 都是有它的经济实质 有它的背景 那这块不就很清楚了吗 是不是 金额是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的结果 那一定比公允价值低 所以在非统一控制下 还要比吧 不用比了 好 这是权一 非统一控制 那下面我们再看权二 统一控制 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装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化分为持有代数利别的 应当着合并日 那今天我们叫合并日了 在被合并发的扎面价值 扎面价值 与进额赎低了计量 那这里面要注意了 第一个问题 它要比 第二个问题 谁和谁比呢 是扎面价值 那为什么是扎面价值 告诉大家 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合并前 合并后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后面学了 合并财务报表去签除了 合并进来以后 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所以合并到 我的合并报表里面 把这个子公司购进来 比如 控股股东 我的控股股东 举例再说 甲公司 上面一个A 然后呢 乙公司 A呢 拥有甲80% 拥有乙60% 也就是说 甲和乙呢 都是A的子公司 今天呢 甲A公司 就是母公司啊 控股股东 甲的控股股东 将乙的60%股权 转让给甲了 A不再 实施控制 所以乙这个时候 要纳入甲的合并报表 因为合并前 合并后 我们是一家人 这属于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所以甲在编合并报表时 直接就按照乙的扎面价值 在最终控制方 这个扎面价值 并到这个合并报表里面去 也就是说 入战价值什么呀 入战价值就是扎面价值 这和前面讲的内容是相通的 假如我不化风为持有代数类别 我本来就是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按照扎面价值入战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刚才讲过 企业如果取得 在取得日 就化风为持有代数类别的话 应当将 假定其不化风为持有代数类别 情况下的初始伎量的金额 也就是扎面价值 与其 金额进行比较 所以我们在统一控制下 是需要比较的 因为此时的扎面价值 并不代表就是它的公允价值 它俩没有可比性 所以还是要比的 它不像上面 在非统一控制下 假定其不化风为持有代数类别 情况下的入战价值 本身就是其公允价值 那公允价值与金额相比 肯定是金额第一 而在统一控制下 由于是按扎面价值 如果不化风为持有代数类别的话 应当照扎面价值入战 所以此时要将账面价值与金额输地来计量 所以道理理解了 想通了 那就自然就记住了 好 这是针对取得日化风为持有代数类别的初始计量 那么要求大家重点掌握